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6月11日 在The 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人事及政治、人事及经济 习近平掏墙的几个月 习近平于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 做到了权力的集中统一 新一届的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 都是自己的老同事、老下属、老同事的老同事 以及老下属的老下属 在2023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上 上一届内阁中的总理和副总理全部撤换 新一届总理和副总理 除何立峰之外 都没有国务院系统的工作经验 在部长层面 习近平却出人意料 暂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部长 甚至一些超过退休年龄 没有入选中央委员的部长 也得以保留 如央行行长一刚 财政部长刘坤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中共二十大上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也只是一部分 集中在金融和科技管理部门 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定得相对保守 大体在5%左右 内阁总理、副总理全部替换 与部长层面基本保留 看似矛盾 实则不然 把中国的国务院比作一座城墙 习近平在具有推倒城墙 新建一座的实力时 选择了以稳为主 没有推墙 而是在用老的部长稳住局面的前提下 改为一块砖一块砖的掏墙 这一点从近来不断宣布的 国务院系统人士变化中可以看出来 未来几个月 这样的变化也将一直持续 目前掏墙的重点 是金融系统和央企系统 俗称钱袋子 过去十年 习近平陆续集中了军权 枪杆子 政法系统的权力 刀疤子 宣传系统的权力 笔杆子 今年开始刚刚接管钱袋子 与上面几个权力系统不同的是 钱袋子行业专业性强 且多年来积累了大量债务和金融风险 贸然推墙 容易引发风险爆发 选择掏墙 人士调整周期变长 但是风险大大下降 中国之前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价格的数据引发了 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的讨论 增长和行业的数据 洗油参半 洗的是GDP增长率看上去还好 与年度目标差距不大 优的是就业 消费 政府债务的数据很难看 我认为 目前的经济处境 是以下三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引发的 一 中国经济增长率 处在趋势性下降的过程中 从早前的高速增长 转换为中速增长 二 过去几年疫情防控的措施 导致大量经济主体 特别是中小企业 破产 倒闭 经济增长 恢复需要一系列政策支持和一定时间 三 中国政府主动去杠杆 消除金融风险 过剩的债务 对应的是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就业 消化起来需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解决这三个因素引发的经济问题 仅仅依靠简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 是不够的 需要一系列政策组合 外加结构性改革 一个开手内阁显然做不到这些 钱袋子不控制在自己手里显然也做不到 这也就意味着在渐进式的人事调整没有完全结束之前 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 当然也不大可能爆发大的风险 中国的股市也是不运不火 暴跌和暴涨同样不可能 人事及政治 人事及经济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 习近平掏墙的未来几个月 是一个难得的记忆期 因为目前的资产价格 显然没有体现出人事掏墙 结束后 全面深化改革 通过各种政策组合启动经济的预期 这次不一样 是市场错了 本文作者杨志阳 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 当中国战机越过中线时 台湾开始行动 独立报 台湾国防部声称 周日至少有10架中国战机 越过台湾海峡敏感的中线 同时4艘中国军舰进行了联合战备巡逻 此前 中国上周向台湾派遣了30多架飞机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多次在该岛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 采用新技术核心政策 来加强台湾的救援和防御能力 宏都拉斯周日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大使馆 几个月前 宏都拉斯与台湾断绝关系 以支持中国 韩国警方在调查后 以企业间谍罪逮捕了数十人 韩联社 日本时报 韩国警方拘留了77名 涉嫌参与全国调查期间 揭露的35起工业间谍案的人 虽然大多数目标都在国内 但有八个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 其他国家泄露技术机密有关 据最近报道 韩国立法者呼吁立法 允许检察官命令公司 交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的记录 首尔召见北京特使后 中国向韩国大使报复针锋相对 多伦多新报 在首尔回应韩国驻韩国大使 与韩国反对党领导人会面后 一名中国官员已向韩国驻华大使提出投诉 该言论是对形指责韩国向美国倾斜的言论的回应 在两个全球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这两个国家正在努力平衡各自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外交争端凸显了双边困难 并凸显了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 在维持外交关系方面的持续斗争 泽伦斯基说反攻行动已经开始 乌克兰最新消息 独立报 英国国防部称 乌克兰在部分地区突破了俄罗斯防线的第一道防线 在俄乌紧张冲突中的反攻取得良好进展 基辅在过去48小时内在 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了重大行动 此举是在最近几周乌克兰的战斗 有所增加之后发生的 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周六 确认反攻和防御行动已经在进行中 这些评论似乎证实了 人们期待已久的普京军队的反击 乌克兰还指责俄罗斯炸毁了卡霍夫卡大坝 造成洪水泛滥 直接影响了三万多人 大坝被毁后 英国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 1600万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 白宫 至少从2019年开始 中国就一直在古巴从事间谍活动 独立报 白宫证实 至少从2019年开始 中国就一直在利用古巴作为间谍基地 此前有报道称 两国原则上同意在古巴建立间谍战 白宫拒绝证实报道的细节 但表示乔拜登总统已听取了 中国扩大其全球军事和情报存在的 努力的简报 声明补充说 美国已采取外交和其他措施 减缓中国政府对古巴的影响 中方指责美方造谣诽谤 暴露中国青年幻灭的魔音 BBC 中国16至24岁的人中有五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 许多大学毕业的人正在努力寻找工作 受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短篇故事 启发而流行的魔音正在成为这个年龄段的人 表达不满的煽动性工具 孔一几这个生活贫困的失败学者的故事 已经成为对惨淡的就业市场不满的代名词 这些魔音或中文中众所周知的孔一几文学 现在有数百种 几乎可以在该国的每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找到 包括说唱歌曲 改编的故事和动画视频 Subscribed 通过中国简报 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 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与访问 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www.6dobrief.com